中文字幕 李宗盛 卡斯塔丁追 闪现拉开 龙女不大上来 这边TP让鞋 但应该是要撤掉了 是 这一年 看一下上单单是卡米尔来了 闪现躲一下 小西线操作很漂亮 一脑门撞上去 这的话 感觉卡米尔可能也难难受了 哇 龙女拿到了双杀 这一波我说实在的这个JDM 前期有点小 仅仅有一个时光状的卡斯塔丁出出时定格 这边洛丹的伊瑟瑞 只能先被击杀了 这边大招留下两个人 闪现没有定到 这边秒杀掉了这个宇昌 这里前面操作是有一波失误了 看一下这波卡米尔也是进来 这波是 看一下这能不能烫得死了 烫死掉了之后 这波龙女应该是要交流 龙女在跑 看CW 有一个艺术加成在往前跑 哇 卡米尔追得非常的心急 卡米尔应该好了 脚踢死 一脚踢死 一个勾锁给勾掉了这个人头 就是那个 今天赛 VG那场是会对不对 就是正正好好 在19分钟大龙打了一波团 然后打了一波 这里 弄巧 弄巧 沉着 一个大招直接是把红buff给扑掉了 对 然后还逼出卡米尔的一个闪现 那龙女现在四纲一的龙女发跃的是非常好 在出到了这个雪人之后 下一剑应该是要出巨型九头蛇了 对 那出到巨型九头蛇之后 而且有两条火龙的 哇 这边留下来了 这个有点奇怪了 这个是有点奇怪了 这个没有看到他吗 这边应该回家再逛淘宝吧 龙 这 日女在第一 就是在赏金 抬手低下 刮出第一轮的时候 立马用大招就打断了这个 这 这样一个龙女 这个你怎么打 这边遇到王生 上去 Q注意 摸眼走开 一巴掌胡脸上 又给一队偷到了东西 那这波看一下踢过来 这波还要打 行吗 龙女直接反着一波 但这个大招的位置非常的好 空气四个人 但是后面有点少人 对 我在跟瑞兹赶到 哇 带了一匹小兵进来 这应该是可以打的 对 这一感觉直接打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而且有雪人龙女打得非常快的 对 而且有单个坦克 而且你看两条火龙啊 这前面两条龙的一个铺垫 在这个打大龙的时候 可以体现的零里竞争 看一下这边盲山能不能创的旗子啊 可能是肖 肖骂 肖骂 让你抢 我要你命 直接给你坐个搬车 直接回家了 对 这边的话 卡米尔也是像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放进三代也没关系的 其实就是不放大招 我就来现实经济离 这边 我刚说完这边就开始抓这个人了 然后这个大招能够顶到人吗 引起芒森 接上控制 芒森在线了 哦 这真的没法打 龙女的话就是直接盯着你的人 盯着你的后排冲过去了 龙女是一个人扑进去秒掉了这个 就关键 就前面刚提到的 前排顶不住你的后排就没有安全的保障 就永远是羊入虎口的一个状态 那现在感觉就是带着大龙buff 直接一波直接把老家给拆平了 那这样应该是没了 而且带着一个爆破 这个推塔也非常非常不外 就卡萨丁 没有任何的情境 就卡萨丁的话 现在虽然说出了一个秒表 但是没有任何给他能够去切入开团的机会了 甚至我们都不能看到破坏了没有了 可以看到 那我们在这一波恭喜一下 Top非常干净利落的 对 也算是干净利落的 拿下这一场比赛 又滑溜溜滑溜溜溜 但平时玩的时候 哎 这一的话就打一套了 这波卖得很深 有机会反杀这波 神你好 神再见 人头给MF 漂亮 有点掐着他脖子打 感觉从厕所拿出来一套什么卫生纸巾 然后往他脖子上泪了三圈 可以 哎 今天还回来吃线一提到 哎 完了 让你吃线 吃了话把命吃没了 让你卡斩先躲开 但是被塔收掉了 卡萨丁也是来到了 这波的话能打 这波虽然说是 虽然说唐老美了 但是卡萨丁 哎呦 这个劲得没刷好 焦山走了 对 其实就是说没有装备的话 并不是你上去打人 而是你上去被打 对 上去被打人 上去挨揍 对 我们看一下这波的进攻 再来一次 这波塔撞一下的话 爆破没点过来 但是再往前追 卡萨丁的减速给到 这个塔姆再往前点 对 纳尔的话 路气看一下 还没满 但是感觉可能满不了了 进场 要被秒了 哎呦 这也没有吃下去啊 那这波的话 感觉完蛋一闪三个 我再一一个 一 七月鬼的一再弄三个 这的话二塔也要没了 这边打出很多招 但是智能那也是 那个就是 直接秒对方那个AD AD就是紧 就直接 四层点满 一脚脸上 一个W就死了 看一下这一波 要打塔姆吗 塔姆的话有个白盾 哇 塔姆有个白盾 但一直捏着 这个时候交道出来 但是还是难以走掉啊 还是要死 开大招想追击 但没空掉射到了 这个的话看一下 球球这里也很危险 球球这里也走不了了 没有闪现 这波命伤当场 这的话直接是打了一波大转 一波双杀伤到手 打着还是捏在手里的 那这一波的话 是趁你不注意 想要拖一下这个大龙吗 青钢引在下路 带对方 没有意识到啊 这完全没意识到吗 看到了 那应该是不能打了吧 这波要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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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硬地打吗 要比谁抢 都抢得更凶 龙坑 MF的大招 他要抢到了 完了 这个爆炸了 被找到机会了 青钢引上去想换 但是没有换掉 这个时候 而且就像我们一直说的一样 就是 这边是一上来 果然看他失败 但是被对面抓到时间打一套 唐王已经来到侧面 这波 看来还算不错 这波把MF给秒了 但是 是一个AD辅助互换 目前抓到 但是直接被这里的 纳尔一拨铺两个 那这拨是双死双飞了 兄弟 打出一个金森 可以守一下 是了 是了 这波阿武一口失掉 随便到外面跟热装 打正面 还有这边果然 塔面塔下 强行找纳尔机会 打出了一个 这边触发选手 还想上吗 但是对面 是有机会可以上 但是变大了 太强了 那结果没了 这个复活甲 就是顺便 连命都交在这儿了 这个时候在逼大龙 这在拖时间 哇 击杀掉了 直接拿大龙了 想打吗 这的话是有机会的 这边只有两个人在这边 但是让起TP 看逃亡 只有看逃亡了 没抢掉 这的话 光莱跟纳尔 以及卡莎丁 两个人感觉有点不太够 闪现交掉 收螳螂庆命 但是正面看一下 这里的团战 打得非常的混乱 卡莎丁 已经把ID给收了 这的话 精神交掉 自己也没有死 完了 大龙白打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反而是 TOP配合队友 赶蓝的队友 之后 这世界鬼大招还差一点 没转好 这波接不了了 这个大龙应该要放 直接可以RUN 那拿大龙之后 TOP是其实可以直接 藏去打 所以的Corey 犯了关键性的失误了 这一波被打残 这个太致命了 看一下这波正面 能不能打了 这的话 螳螂在側移 但是有复活甲 过来一个轻松银 一个人脱节了 这个后排只要被处理 MF赛 扫了也蛮大 完了 这的话两个人 虽然说吸血鬼状态 还算可以 但是正面自己的前排 刺客已经倒了 这边那尔在前面 真的是为所欲为 三线过来为所欲为 这MF起你脸上 打你能性 ADC啊 打出了狂小狗的气势 打出团面之后 那这波比赛 应该是TOP能够拿下来了 踏破铁鲜无秘处 进得来全部飞 是的呀 那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说一句 恭喜TOP能够拿下 这样比赛的胜利了 是 太难受了 这个不得不说 TOP赢得的确很漂亮 但是几波JDM 其实在前面一波的 推水晶转线上 已经处理很漂亮了 От四人的简直到 小兴会 有点快烈 就是 有点快烈的 有点快烈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